大家好,我是法治道长 从杨历上来讲,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进入2024年 但是从甘之纪年法的规律来讲 真正进入2024年假成年 是要从24节期之首立春开始计算的 准确来说,是要在除夕过后的正月初一这一天 才算是2024年的第一天 2024年正月初一这一天 同时也是国内正式进入夏元九孕之九子离火孕的开始 在这个元孕转变的首年 2024假成年必定将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从2024年假成年开始的九子离火孕 一直会持续到2043年 在这2010年的孕期中 九子星将成为引领新时代运势方向的新动力 九子星在九星当中属于腐壁星 方位于正南方 是后天八卦的梨卦位 故五行俗过 所以将会是梨卦同舍整个20年的运期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关注运运变化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讲 其最终目的就是想提前预知其凶祸福 既然我们知道了九子离火孕 这20年是以梨卦为同舍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梨卦来判断出未来吉凶祸福的走向呢 一经之博大精神 就在于用了64卦来诠释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 当然九子离火孕的运行规律也在梨卦之中 我们知道2024年的到来 地球的东亚范围 大部分国家都和亚洲最强国将一起进入到九子离火孕 其中以亚洲最强国处于九运范围的中心地带 又因为国土之面积大 所以受到九运影响也是最大的 并且其影响力也是由此辐射到周边国家和世界范围 所以我们要判断九运吉凶祸福的走向 当然要以中心地区和影响最大的地方为主要观测点 下面我就用解析易经的梨卦卦词的方式 来预测一下九子离火孕 在这部孕期的一个吉凶祸福的大方向 在开始之前我想说 《易经》中所有的卦象 虽然针对不同的谣都配有谣词 以便于后人去理解 但是我们不可只对字面描述进行单一解读 解读卦的含义必须是多层次的 并且需要根据预测的问题和所处的环境进行配套解读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说学艺需要学习者培养想象力 这样才能打开你的悟性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梨卦 梨卦在《易经》中是第30卦 主卦和刻卦都是八卦中的梨 五行属火通过主卦和刻卦 我们可以看出 主刻双方都是在燃烧的火焰 是一个互相照亮 同时也互相竞争的项目 此项有扬名之美、扬刚之名之意 强调了照耀和通达的特性 也涉及到热情、活力和创造力 但在《易经》的观念中 每一卦同时包含正面又包含负面的含义 因此梨卦也提醒着在追求目标时 要保持适度 避免过于热烈或激进 这个项告诉我们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同时又要保持谨慎 过于热烈就会导致膨胀 不论是主方还是刻方 任何一方一旦膨胀 就会打破平衡 火焰的膨胀代表爆炸和毁灭 往往带来的都是灾祸 所以梨卦也有分离之意 主客双方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种分离不代表凶 反而是急 因为火和火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 才不会纠缠到一起 产生更大的能量 而最终导致失控 下面我们来看看李卦的第一谣 初九谣 初九谣的谣词说 吕错难尽之无咎 相约吕错之境已必咎也 吕错为何意呢 吕字在康熙字典中有斜 踩踏脚步经历和实践的含义 吕错就是说走错了的路 或是说做错了的事和错的行为 难尽之无咎 以为虽然做错了事 但此时要翻难悔悟 并保持敬畏之心还为时不晚 这里的敬之 是对于道和自然法则的敬畏 是不可违背的 做得道的话 则无咎 就不会有灾祸的发生 大家要明白 在易经的观念中 敬畏是指对于自然法则 宇宙运行规律 也就是老子所讲的道的敬畏 在这一谣中 强调的是 在人们行为起初 就要保持敬畏之心 不偏离正道 敬畏神 敬畏自然 敬畏道的规律 才是合理的解读方式 那么我们在进入九子离火运后 就需要培养自己更高的认知能力 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 这样可以让我们对于善恶 有准确的辨识力 谁是违背道的 是非对错就一目了难 而那些不悔改一意孤行的人 必将带来灾祸 我们再看六二谣的谣词 是黄梨远己 相约 黄梨远己 德中道也 此谣词中所讲的黄梨为何意呢 我们知道梨挂为五行火 其色则为红 那么既然火是红色 这里用黄字来描述离火 又代表什么呢 在《易经》中讲到离为火 为日 黄梨则是描述黄昏之意 黄梨就是象征着太阳西下 日暮西山的一个景象 如果我们放大面看 从大环境上去理解这一谣 则象征着一个旧的时代即将落幕 此时正是一个转折点 在疫情中 谣词的象征性语言 经常引用自然的现象 来描述人生 政治和历史的变迁 所以黄梨的日暮西山之景象 则有暗示着一个时代 或是朝代的衰落之一 元己是表示吉祥 是吉利的相 在这一谣中 元己提示人们 在这个历史的变革转折点上 不要过于激动或恐慌 人的行为应该有如 太阳西下时的宁静和内敛 这样才能获得正面的好的结果 如果能够保持柔顺谦和的态度 则会带来吉祥的新的时代的开始 总的来说 六二谣强调的是在 新旧时代的交替时刻 人们需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要接受现实的转变 就能够获得吉祥的结果 我们看九三谣 谣词是 日浙之礼 不古否而割 则大碟之阶 凶 相约 日浙之礼 何可久也 日浙之礼 还是在描述黄昏之景 日浙 本是指太阳与西方位的时候 加上之礼 即是指太阳即将要离开的一刹 往往在这个时候 只剩下一些暗淡的余晖 不古否而割 这里的否 是一种陶瓷乐器 是古代的打击乐器 不古否 当然 说的就是 不要击鼓奏乐 在这个太阳即将西城 眼看这个朝代即将落幕之际 人们不宜兴高采烈 不要去奏乐欢歌的庆祝 大碟之阶 凶 这里的碟 指的就是年迈之人 在古代通常代表六十岁以上的人 阶代表忧伤和叹息 以前一句不古否而割 要合起来理解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时代更替变革之际 有人欢呼雀跃 有人忧伤叹息 什么人会因为变革欢呼呢 当然是期盼新朝代 新时代到来的人 我们在这里就称其为新人 那什么人会因此忧伤叹息呢 当然是指走不出旧时代的一群人 挂词中虽然用大碟 来代表老的老一辈人的意思 但是并非全部指的都是年迈的人 而是涵盖了所有 不愿意接受时代变革的人 这群人或多或少 是依靠旧朝代 旧时代而受益的群体 我们在这里就称他们为老人 所以若在这个时候 新人高调的欢呼庆祝 就会刺激到老人这个群体 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会再次酝酿出灾祸 虽然旧时代已经到了即将覆灭之时 但是物极必反 往往事故在消亡的最后一刻 容易出现回光返照的情况 九三谣就是在提醒新人们 开心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同时 也要尊重和理解那些 无法接受变迁的老人们 只有低调而谦和的态度 才能够降低社会冲突 促进共荣 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而造成的动荡 九四谣 突如其来如 焚炉 死如 弃如 相约 突如其来如 无所隆也 九四谣这一谣 很明显就是一个凶效 突如其来如 寓意会有很多突发的事件发生 焚炉 意为如同牲畜 熊熊烈火中一样 死如 则寓意此时的人们 犹如身处地狱中一样 如此这般下去 大家都难讨意思 弃如 为了活下去 最终只有逃离 逃离的人们 如同上家之犬一样 以无龙生之地 故曰无所龙也 九四谣 同样要结合九三谣来推演 从谣词中看出 由于人们互相之间 没有做到低调 谦和尊重理解 所以便置身出 突如其来的各种灾祸 这些灾祸 就是社会群体之间的 不安和不满导致的 综合两个谣词来看 在这场时代变革之中 不谦和 不互相包容 就一定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所以在九四谣中 再次强调了低调 谦和尊重理解的重要性 六五谣 出替陀落 七阶落 吉 向约六五之吉 离王公也 这段谣词 从大时代背景 可以理解为 在描述一场 灾祸过后的情景 出替陀落 七阶落 在这一摇 里面涉及到了 眼泪 悲痛 叹息 这里的陀字 则指的是 忽陀河 形容此时 人们悲伤的眼泪 犹如忽陀河的流水一样多 而七阶落 则是表达了 人们在经历灾祸后的 悲痛和愤慨 但为什么这句挂词 最后却是一个吉字呢 这里的吉 是说 人们在经历这场灾祸之后 开始反省各自的过错 灾祸导致的牺牲 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价值观 不论新人还是老人 都开始顿文 不再接受邪恶思想的古过 人们终于开始理解和关爱彼此 并重新建一个新的社会 这正是疫情中 祸兮辅索医的道理 所以六五窑 是传达了一种悲痛 但同时带有希望的氛围 吉祥则体现在人们对未来的构建当中 上九窑 王用出征 有家则守 获其匪丑 无咎 项曰 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 王用出征 以为新军出征 新军在古代 当然指的就是新的帝王 在现代和未来 则不能看作是帝王 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政权 那为什么说是新军呢 这就要回到六五窑的项约 这就要回到六五窑的项约 六五之急 黎王公也 此话出自项传 对这一窑有解释 白话意为六五窑的吉祥 是因为新军的出现 所以到了上九窑 王要出征 自然就是指新军出征了 或者说是新的政权发动了出征 那么对谁出征呢 答案就在有家折手 获其匪丑无疚之中 我就借用周易权势 对这一窑的原文来解读 文中曰 上九复利 离为歌兵 王公用贤出征 上窑为首 故曰有家折手 折手但诸首恶也 获匪其丑 言不及其徒众也 离得昆宗有邦国之相 六五顺臣上九 故曰 正邦大有功 此文白话意为 上九窑出于离挂的最上位 离为日 日为帝王之相 在离挂的最上位 叫做帝王得位 离为火 又有兵戈之意 所以新王在得位之后 便有了军权 然后同贤城计划出征讨伐 被公认为邪恶党政的残存势力 但诸首恶也 这句话意为消灭了 邪恶势力中的首恶 即头目被消灭 文中还提到 言不及其徒众也 意思就是说 首恶已经被消灭了 其势力的追随者 都被赦免或是侵罚 离得昆宗有邦国之相 离挂得昆之中位 昆为帝 居中而得位 这样才是真正建立邦国的意思 六五窑成就了上九窑 最终在人们的努力之下 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 打开了新的时代篇章 大有功就是大吉之相 以上这些就是我通过离挂 来解读九子离果运气之中 对于大环境变革的 一个吉凶预测 至于准不准 也只有让我们通过时间来印证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在 九子离果运期间 尽量做到趋吉避凶 才是最重要的 最近有不少医学师傅们 开始在网上发布 2024年九宫飞星方位吉凶的预测 本道长不才 也来凑一凑这个热闹 不为别的 我就希望能让我的观众小伙伴们 多掌握一点实用 又容易上手的道家素数 以便大家自己尽可能的 多做到趋吉避凶 虽说气多不压身 但是学到守的 必须是过硬的本理 才是有用的 不过往往大师们在传授弃义时 总爱尝一点拙 这就导致小伙伴们 总是在略知一二的水准徘徊 相信各位小伙伴们 都有看过其他师傅的 2024年假成年的九宫飞星 就是这张图 至于它是怎么飞的 吉凶如何判断 我就不在这里献手解说了 总之呢 就如这张图所示 逊离中对公位 是2024年的兄位 这一点基本上是没错的 为什么我要说基本上没错呢 那是因为在不同的特定条件之下 还是会误诈的 那这个不同的特定条件又是什么条件呢 当然就是人嘛 因人而异呀 大家应该知道一个道理 人与人的面格有所不同 五行喜计当然也有所不同 难道方位吉凶就相同吗 对于你来说是吉位 但对于别人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单凭这张九宫飞星图 就去判断自己的吉凶方位 未免过于草率了 就比如说2024年中 梗位是偏财位 那所有人都去这个方位求财 那是不是都可以赚到好多钱呢 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教了大家小六论 数段吉凶掐指掘 如果还有没看过 又想学这个数数的朋友 也可以一步或是稍后观看 链接就在右上方 今天我要教大家的 也是一个很好上手 技学技会的一套掌诀 叫做命挂九宫掌 掌握此觉学 你就可以速推出 关于自己的方位吉凶 并根据每一年的九宫飞星 来算出真正有利于自己的方位 要学会这套掌诀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九宫飞星的元旦盘 烙印在你的左手之上 千万别误会 我用烙印只是来比喻牢记 一定要牢记好你左手上的十指 中指 无名指上的九个公位 如图所示 十指最底部的一格为更公位 数字为八 是八百星所居公位 其五行属土 往上一格是正公位 数字为三 是三臂星所居的公位 五行为木 十指最上面一格是迅公位 数字为四 是四绿星所居的公位 五行为木 再看中指最底部一格为坎公位 数字是一 是一百星所居的公位 五行为水 中指 中间为中公位 是五黄星所居的公位 五行属土 中指最上面一格是黎公位 数字是九 是九子星公位 五行属火 无名指最底部的公位 是前公位 数字是六 是六百星所居的公位 五行属金 无名指中间格是对公位 数字是七 是七次星所居的公位 五行属金 无名指最上面一格是坤公位 数字是二 是二黑星所居的公位 其五行属土 黎南 坎北 镇东 对西 这些方位千万不要搞错 一定要牢记好这些公位 这就是九宫飞星的圆弹盘 实在记不住的 可以先用笔 把数字写在手上 以方便练习 第二步 学会算本命挂 一般算自己的本命挂 一生只需要算一次就够了 除非你记性太差 连自己的本命挂也会忘记 当然 学会算本命挂 用的最多的 还是帮别人算 知道自己和别人的本命挂 是很重要的 只有知道本命挂后 才能准确的利用九宫飞星 推断出自己或别人的方位其凶 本命挂不难算 有一套公式 年份为一九年开头的人 本命挂公式是 男命公式是 一百减去出生年份 再除以九 取余数 女命的公式是 出生年份减四 再除以九 取余数 如果得出的是负数 那就去绝对值 然后年份为二零开头的人 本命挂公式是 男命公式 是九十九减出生年份 再除以九 取余数即可 女命公式 就是出生年份 加六 再除以九 取余数 下面我来示范一次 如何测算本命挂 我们以一个1978年生的男命为例子 来算他的本命挂 1978年是一九开头的 那就是用一百减七十八 等于二十二 再除以九 等于二点四四四四 恩多个四 我们只需要取余数四即可 然后对应到九公位 是四 迅公 那么此人的命挂 就是迅挂 我们再以一个2006年的女命 为案例来算他的命挂 2006年是二零开头的 那就是用六加六 等于十二 再除以九 等于一点三三三三 恩多个三 我们就取余数三 对应到九公位 是三正公 那么此人的命挂 当然就是正挂命 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男命得到的余数是五 一律按坑挂为本命挂 如果女命得到的余数是五 那就一律得按更挂为本命挂 这一点一定要牢记 所有本命挂都有相应的数字 即一砍挂 二坤挂 三正挂 四迅挂 五南坤女更 六前挂 七对挂 八更挂 九一挂 是不是很好掌握 掌握了以上这些技巧 你就正式学会来给人算本命挂 第三步 掌推四级以四胸 先要记住 四级心是生气 炎年 天一 福慰 四胸心是绝命 无鬼 祸害 六杀 然后针对八个本命挂 分别有自己的推算口诀 又名大游年歌诀 前六天五 祸绝延伸 砍五天生 炎绝 祸六 更六绝祸 生炎天五 正炎生祸 绝五天六 训天五六 祸生绝炎 离六五绝 炎祸生天 昆天炎绝 生祸五六 对生祸炎 绝六五天 如果不想背 也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来 要用的时候可以翻开看一看 这个大游年歌诀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很重要 这套歌诀可以帮助你推出本命挂在八个方位的吉凶 我以本命挂钱挂来作为案例示范一次 打开你的左手掌 找到钱公位 这个公位就是钱挂命的符位 然后用你的拇指点在这个符位 然后顺时针方向 唱推钱挂命的歌诀 钱 六 天 五 祸 绝炎 生 这一推算就算出 钱挂命的砍像 是六杀凶相 更像是天一几相 正像是无鬼凶相 迅像是祸害凶相 离像是绝命凶相 昆像是炎炎几相 对像是生气几相 小伙伴们不妨测算一下八个不同命挂 你们会发现不同命挂的吉凶位置都不一样 那么这样一来知道自己的吉凶方位后 是不是这一生中都不要去到这个凶的方向 当然不是 如果就这样断一生中的吉凶方位 太过于草善 这么做就如同把2024年九宫飞星的吉凶方位 硬生生的套在所有人头上是如出一辙的 我这么讲吧 本命挂对应九宫飞星元旦盘算出的吉凶方位 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因为人的命挂不可能变 八个方位也是不会变的 东就是东 南就是南 北就是北 西就是西 本命挂的吉凶位就是先天八卦 是固定的 故言先天为体 而每一年都在变化的九宫飞星盘 就是后天八卦 它是一个动态的 所以我们要用本命挂吉凶位去套流年九宫飞星盘 这样才能准确的算出自己在这个年份中的吉凶方位 故约后天为用 这就是和算八字运程是一个道理 用先天命格的八字套后天不断变化的岁运甘之 这些述数都是易经所讲的先天为体 后天为用的理论 在这里说了这么多理论 可能还有些小伙伴们云里雾里的没搞明白 不过不用担心 下面我再示范一个案例 大家就会明白 还是拿钱挂命人来做案例 今年2024年九宫飞星盘中 我们可以看到正位是桃花位 是一个吉位 正位是东方位 那么钱挂命人 在这一年中去到东方向去发展事业和求财 会不会真的应验到这个吉而提升好运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刚才钱挂命人的大游年格局 钱六天五 五道正位 正宫位就是钱挂命人的五鬼大凶位 这么看来吉凶相抵 流年吉星被五鬼凶星所抵消 这个方位显然会影响到钱挂命人一年的运势 如果去到这个方位 很容易徒劳武功 事倍功半 如果这时候有小伙伴们想问 既然用命挂九宫掌 套九宫飞星 可以推算出自己流年的吉凶位 那么此方法是不是同样可以套用在 居家九宫位来推算出自己家中的吉凶方位呢 答案是肯定的可以 我们再看2024年的九宫飞星盘 对宫是五黄星路宫 阻凶灾祸患的方位 一般这时的风水师傅肯定会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在这个宫位的房间睡觉 办公甚至会给出很多建议 将你化解这个位置的凶杀 道理是基本没有错的 但这还是属于应声套用给所有人的思路 我还是在拿钱挂命人来做案例 分析给大家看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五黄星五行属土 对宫五行属金 五黄星是一进不一动的 一泄不一克的 动则入凶向 克则生祸害 因五行土生金之故 2024年五黄星在对宫 是一个处于被泄的状态 泄属于静 冲克属于洞 所以在居家酒宫中来看 对宫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就不会太凶 那么钱挂命人 在2024年中 睡在这个对宫房间 或是在这个房间办公会不会很凶呢 我看未必 首先对宫方位是钱挂命人的身位 钱五行也属金 在入了对宫位后 同样是在泄五黄行的 所以这个对宫方位在2024年中 或许不是钱挂命人的即位 但也不能说是钱挂命人的大兄之位 所以平平淡淡啥事不发生 也就这样过了一年 其概率是非常大的 说到这里 相信小伙伴们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吧 所以大家如果能学会这套命挂酒宫藏 不但能够结合每一年的酒宫飞星 来塑断自己的骑凶方位 方便自己出门远行 狙击皮胸 还能帮助你迅速的找出自己居所中的酒宫其胸位 以便进行一些风水上的布局和调整 另外我会把我整理好的一些关于命挂酒宫藏的工具图 发布到我油管频道的社区里面 想要学好命挂酒宫藏的小伙伴们 可以先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进入到我的社区 找到这些工具图下载到手机里 有了这些工具图 你可以不用背很多的口诀 需要用时只需要打开你的左手掌 结合手机中的工具图 你就可以做到素断方位其胸 今天教大家的 希望大家都能学好掌握好 在未来的酒子敌果运中 发挥出作用 趋吉避凶 如果有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留言给我 我看到后会尽快的回复大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小伙伴们别忘记给我点赞加关注 福生无量天尊